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巴音达拉 巴音达拉 巴音达拉 来自新疆伊犁的蒙古族 来北京之前 在那个内蒙古电视台工作 唱舞合唱 舞伴奏合唱 我是11年10月来的 第二年的6月开始做的乐队 又是因为在电视台上班了 然后待了内蒙古五年 四年没有回家 因为我家里人不让我回去 他们说没必要回来 回来干嘛 又跑那么远 就是家里人就是挣钱吧 生活 我们那儿的生活很慢 这里是都忙着挣钱 人也多 车也多 所以很不一样 城市和平原地区 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 在学校里面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说的一个绕口令类的一些东西 我就小的时候特别爱说这个 后来那天我去山里 然后当时即兴地去唱了一下 因为当那天的环境特别好 特别美 后来我想把它改 但是改得有点忧伤的一种 因为世界美好的这一面小于世界不美好 可能我觉得还是挺凄凉 偏那种怀念的那种感觉吧 现在所做的音乐其实不是代表一个名字 其实就是自己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某环境当中所听到的看到的直接的印象 而你自己能想象出来的东西 你也不一法预料它靠近是什么名字的感觉 这个歌里面有三个人 他们说是要去找成吉思汗 一个骑了一个毛驴儿 另一个牵了一匹马 马上做了一个女的 三个人就在一个戈壁滩里走 正好日落特别荒凉 其实我们的生活跟自然离不开嘛 现在慢慢的人的需求太多 破坏也会很多 与自然界中生活的人 它跟自然是息息相关 蓝色的故乡 其实它是一个精神里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不存在 不存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它 它的神已经离开了我们去别的地方 但是我想要找到它 在蒙古故乡 蓝色故乡 我觉得玩音乐它最终的目的是 在精神和物质上 它有一个平衡 但是开始的时候 它不可能会给你物质 它不可能会给你物质 做一个拉条子 做个大盆鸡 做自己喜欢吃的饭 我会经常做自己家乡的饭 不错味道 还有我会每天早晨早一点起来 我会听收音机 听我们那边的蒙语收音机 会特别有意思 我就有一处回家的感觉 但是现在需要想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音乐不能停止 所以回去就是一个 这种感觉就断了 也可以延续 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借口 离开它 来啦 干杯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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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